BOSS撒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今天 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 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一个危险的通缩螺旋 而且这一次 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棘手和危险 最近 中共官方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 表面上看 似乎还算过得去 但是 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些数据 皆是其背后的真相 别急 听BOSS我慢慢到来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2024年8月份 CPI同比仅增长0.6% 创下近三年新低 更令人担忧的是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更是只有0.3% 已经连续18个月低于1%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清晰地表明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口袋里没有多少钱 他们不敢花钱 更没有信心去消费 再来看看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2024年8月份 PPI同比下降3% 已经连续10个月负增长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它表明 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下降 但产品却卖不出去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 CPI和PPI双双低迷 这不正是典型的通缩迹象吗 但更可怕的是 这种通缩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 反而有加速下滑的迹象 根据彭博经济和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的预测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评价指数 可能会持续下跌至2025年 如果这个预测成真 这将是中国自1993年开始统计通缩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通缩期 想象一下 一个持续两年多的通缩期 这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那么通缩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如此担心通缩 通缩就像一个恶性循环 一旦陷入其中就很难摆脱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一物价持续下跌 当消费者发现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时 他们会形成一种预期 认为未来物价还会更低 二推迟消费 基于这种预期 消费者会推迟他们的消费决策 想着等以后再买 反正会更便宜 三企业困境 由于消费者推迟消费 企业的产品就更难卖出去 为了吸引消费者 企业不得不进一步降价 甚至不得不裁员减薪 来降低成本 四收入减少 随着企业裁员减薪 消费者的收入减少 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 五循环加剧 收入减少导致消费进一步萎缩 企业销售更加困难 不得不继续降价裁员 如此循环往复 这个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增长停滞 失业率上升 企业大规模倒闭 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日本的失去的20年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初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 陷入长期通缩 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失业率上升 企业负债累累 银行坏账激增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不得不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 但效果却十分有限 直到今天 日本经济仍然难以完全摆脱通缩的阴霾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陷入通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多个方面 但根本原因 我认为在于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 和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首先 国进民退政策 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导致民间投资持续低迷 众所周知 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是就业的主要来源 也是创新的主要力量 然而 近年来 在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向下 许多行业的优质资产 被国有企业低价收购 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不断被挤压 这种政策导向 使得民营企业家们 对未来失去信心 不敢大胆投资和创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4年1至8月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5% 而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却增长了8.7% 这种投资结构的扭曲 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 和活力的丧失 其次 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调控 导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也严重拖累了整体经济 众所周知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据估计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占GDP的比重 高达25%至30% 然而 自2020年以来 政府为了防范房地产泡沫 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政策 如三道红线 集中工地等 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 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 但也导致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紧张 开发投资大幅下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4年1至8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8% 新开工面积下降23.5%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不仅直接影响了建筑业 家具家电等相关产业 还通过财富效应 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再次 政府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打压 也严重抑制了经济的活力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新兴力量 在创造就业 促进创新 提高效率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自2020年底以来 政府对互联网平台企业 展开了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和监管行动 导致许多互联网巨头 被处以巨额罚款 一些重大并购案被叫停 甚至一度传出要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消息 这种监管风暴 严重打击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信心 也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科技股望而却步 据统计 2021年以来 中国主要互联网企业的市值蒸发超过一万亿美元 这不仅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创新 投入和就业创造 还通过股市财富效应 影响了整体经济的信心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新冠疫情的反复和严格的风控措施 也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 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虽然中国在2023年初放弃了清零政策 但疫情的阴影仍然存在 许多城市仍然时不时出现局部风控 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大规模核酸检测的习惯 这种反复无常的防疫政策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和消费意愿 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缩风险 中共政府做了些什么呢 令人失望的是 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既不得利又缺乏远见 首先 他们一直在试图掩盖通缩的事实 警告经济学家不要使用通缩这个词 他们甚至还说 中国不存在通缩 只是物价涨幅放缓而已 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吗 据报道 一些官方媒体甚至收到了指示 要避免使用通缩 经济衰退等负面词汇 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误导公众和决策者 延误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 前央行行长易刚最近罕见的承认 通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威胁 呼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来应对通缩压力 这是中国高层官员首次公开承认通缩威胁 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无法回避 然而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政府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他们仍然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不是采取措施 刺激需求 这就好比一个人已经快饿死了 你却不给他食物 而是让他去锻炼身体 说这样可以增强体质 这难道不是荒谬至极吗 事实上 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LPR等 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为什么 因为在通缩预期下 即使银行有了更多可贷资金 企业和个人也不愿意借贷投资或消费 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流动性陷阱 同时 政府也推出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 如发放消费券 鼓励汽车下乡等 但这些政策往往只能带来短期的消费刺激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和行为 更重要的是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比如收入分配不均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 单纯依靠短期刺激政策 是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 这些数据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经济正在陷入通缩的事实 依GDP评检指数持续下降 2024年第二季度 中国民意GDP增速仅为4% 远低于5%左右的实际经济增长目标 这说明物价水平在下降 企业利润在下滑 经济增长质量堪忧 GDP评检指数是衡量整体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 其持续下降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正在经历通缩 二 工资水平下降 财新洞察集团和商业大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 2024年8月份 入门级公司较2022年峰值下降了近10% 这说明企业经营困难 不得不压缩成本 导致劳动力市场疲软 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调查也显示 2024年8月份 劳动力成本增速创下 2020年4月以来新低 这进一步证明企业用工需求下降 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 三个人收入大幅缩水 37岁的吕制品销售工程师杰克 留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去年他的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而现在不到十分之一 甚至连房贷都还不起 这个鲜活的例子说明通缩 正在侵蚀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4.消费信心持续低迷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低迷 居民储蓄意愿增强 消费和购房意愿下降 这说明民众对未来经济形势缺乏信心 不敢消费 导致内需不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 2024年第二季度 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的比例达到52.6% 创历史新高 无企业经营困难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自2022年底以来持续下降 凸显出通缩对企业的影响 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8月份制造商的原材料和销售价格 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而服务和建筑公司的收费 则以2020年4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下降 这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经营状况持续恶化 通缩的危害是全方位的 不仅影响经济增长 还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通缩可能带来的具体危害 一经济增长停滞 通缩环境下企业利润下降 投资意愿降低 消费者支出减少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 持续的通缩每年可能使GDP增速降低 0.5到2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依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 这种增速下滑的影响是巨大的 2.失业率上升 企业为了应对利润下降 往往会选择财源降薪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数据 很多行业的入门级工资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特别是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3.债务负担加重 在通缩环境下 虽然物价下降 但债务的民意价值并不会减少 这意味着债务的实际负担会变得更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 通缩可能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据国际清算银行BASE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00% 4.资产价格下跌 通缩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跌 特别是房地产价格 考虑到中国家庭财富中 房产占比很高 据统计约占70% 房价下跌将严重影响居民的财富感和消费意愿 同时这也会增加银行的坏涨风险 5.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通缩往往对低收入群体的打击更大 因为他们更容易失业 同时他们的债务负担如果有的话会相对更重 这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威胁社会稳定 6.货币政策失效 在严重通缩的情况下 即使央行将利率降到零 也可能无法刺激经济 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日本在过去20多年里就多次面临这种困境 7.创新动力减弱 在通缩环境下 企业为了生存 往往会选择保守策略 减少研发投入 这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下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努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国家来说 这个影响尤其严重 8.国际竞争力下降 持续的通缩可能导致人民币相对升值 这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个影响不容忽视 9.财政压力加大 通缩环境下 政府税收会减少 而社会福利支出可能需要增加 这将导致财政赤字扩大 限制政府的政策空间 实心力预期恶化 也许最危险的是 一旦通缩预期形成 将非常难以扭转 人们会推迟消费和投资 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使得通缩更加严重 面对如此严峻的通缩威胁 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关键 一必须放弃国际民退政策 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 恢复市场信心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 确保民营企业在融资 市场准入等方面 与国有企业享有平等待遇 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 二需要适度放松 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 让房地产市场回暖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可以考虑 放宽房贷限制 降低首付比例 取消一些城市的限购政策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 鼓励房地产企业转型 发展租赁市场 三停止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过度打压 激发经济活力 具体可以 制定更加明确 透明的互联网监管规则 鼓励互联网企业 在新技术领域的创新 支持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四家大财政支出 尤其是增加民生支出 提高居民收入 刺激消费 可以考虑 增加教育 医疗 养老等领域的财政投入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投资计划 五 虽然货币政策在通缩环境下效果有限 但仍然需要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以 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增加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PMLF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考虑实施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 六 继续推进 改革开放 提高经济效率 增强经济活力 具体可以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提高其经营效率 进一步开放金融 服务业等领域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激活农村要素市场 七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更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维护全球化体系 可以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扩大对外投资 努力改善中美关系 避免脱钩 八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提升产业链水平 具体措施可包括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到2025年 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达到3%以上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产学研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九 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可以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基本养老金 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和保障水平 建立失业保险 与最低生活保障 衔接的长效机制 实采取措施 改善收入分配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可以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大对贫困地区 和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 大家是怎么看待 陷入通缩漩涡的中国经济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